最近几天,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,是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疯狂打压。 但是现在,美方又瞄准了另一个新的热点。 那就是中国生产的无人机。 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的报告认为,中国生产的无人机,可能会影响美国企业的资讯保安。 虽然美国目前没有宣布,要禁止使用中国生产的无人机。 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一套路,再次引发国际舆论的担忧。 5月20号,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,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,可能收集和传输敏感资料。 而中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资料。 美国国土安全部,据此发出警告说, 中国生产的无人机,对美国企业的资讯保安,构成潜在风险。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,没有指明具体的制造商。 但美国媒体分析说, 这份报告主要矛头对准的是中国的大疆无人机。 因为,美国使用的民用无人机,近80%来自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。 针对美方的污蔑。 大疆创新5月21号回应说, 大疆创新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资讯保安问题。 我们技术的安全性,已经在全球得到反复认证。 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独立验证。 当用户使用大疆创新的无人机,或其他技术产品时, 所生产、储存和传输的资料,都完全由使用者掌握。 大疆创新将持续与全球的客户合作,确保资讯保安。 早在两年前,美国军方就宣称大疆无人机会,将关键资讯提供给中国政府, 并以此为由,禁止军方使用大疆无人机。 但是美国的禁令,并没有坚持多久。 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,开始申请豁免权。 最终,美国国防部妥协了,批准采购。 2018年8月,美国空军释出的档案显示, 他们采购了35架大疆扑勃金版无人机, 采购单价是1,099美元。 美军认为,这种无人机,不仅价格低, 而且静音效能好,制空时间长。 美军准备将他们用于小规模的侦查活动。 美国这次针对的大疆无人机,究竟有多厉害? 今年4月,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。 当时,法国的消防队员为了全面了解火事, 寻找最佳位置洒水灭火。 特地从法国内政部和文化部, 戒掉了两架大疆无人机。 大火扑灭后, 法国消防队的发言人普拉斯表示, 在拯救大教堂结构方面, 大疆无人机,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 让消防队正确的分配资源。 目前, 大疆无人机在农业、测绘、 交通巡逻等领域全面布局。 2015年, 大疆创新营收大概60亿元。 2016年接近100亿元。 2017年, 大疆创新年收入近180亿元。 绝大部分收入来自消费级无人机。 约80%来自海外市场。 事实上无人机。 其实, 美军算得上是领先者。 在军事领域, 美军最早将无人机投入实战应用。 而且现在美军采购了大量先进的无人机。 比如全球鹰侦查无人机, 死神查大一体无人机, 海神返前无人机。 然而, 这些都是军用无人机。 它们体积大, 使用航空燃油。 研发和生产成本都非常高。 例如, 美军最新款的全球鹰无人侦查机。 单价能达到2.23亿美元。 本次被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警告的中国无人机, 属于民用无人机。 在这个领域, 美国并不占优势。 目前, 全球军用无人机的十大企业, 美国独占6家。 而民用无人机领域。 全球十大企业, 美国仅有2家上榜。 相反中国占据了7家。 其中, 仅大将无人机, 就占据了全球市场72%的份额。 美国此前对华为进行疯狂打压。 现在又将牢头指向中国的无人机公司。 美国这么做。 真实目的是什么? 专家表示, 如今中美贸易摩擦进入2.0阶段, 有主战场和分战场之分。 美国对华为、 大将等一系列中国优质公司的打击, 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战场。 近年来, 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, 不仅是追上美国, 更是即将超越美国。 可以说中企的崛起, 已经让美方觉得手足无措。 对此, 美方开始频频对中方下半子。